哈喽大家好我是顾帽桑 大家看了今天的标题和说读后 都应该知道我要聊什么动画了吧 没错今天这一期我要聊的是 被很多网民称为今年实验西方霸权的战兽的福利联 可能有些观众不明白为什么出发会被称为霸权 原因是有有阿说病 开玩笑开玩笑我只是开玩笑而已 大家不要杀我啊 其实战兽的福利联在豆瓣还没有播放的时候 就有一定的名气了 我身边的人很多是动画未播放 原作漫画法剧我追的观众 也就包括我的哥哥 可是当我知道战兽的福利联这部漫画的存在 其实他在外面的好口碑时呢 那个时候就已经宣布战兽的福利联动画画了 所以我没有追过原作漫画版 我是动画党 在官方陆续公布战兽的福利联动画版的相关消息的那段期间 看得出官方画了非常多的稀释在这部动画里 这些宣传打得很大嘛 然后动画座组织Metahouse OP主题曲是有阿说病灿的 所以这部发未播放就爆红我是觉得很奇怪啦 反而我认为这是现代动画的惨态 当然主题曲也引起了一些网民的争议 关于这一点我稍后才聊 可是动画这座阵容和主题曲 并不是引起我注意的地方 这部动画最引起我注意的是 第一天一次过我联播四话 但是我在帮他首页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我一度以为战兽的福利联是什么电影啊 虽然近几年也是有动画一次过我播放到完结的案例 例如Netflix的独家动画 但对我来说呢 这种案例是发生在北中播放一幻的新发是提西起的 就在前几天战兽的福利联多版终于正式播放啦 我也花了一些时间追完了前面四话 追了前面四话后 我故马上的感想是 很好看我喜欢 我明白为什么这部发在播放之前会有这么高的冷气啦 因为这部作品的故事很有料 是一部很温馨有温度 又有很多值得去审视和思考的故事 可能有些还没看过该动画的观众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没关系 我大概介绍一下本座的故事大方吧 大叔的福利联是讲述在过去 勇者一行的踏上了打倒魔法的旅途 而勇者其中一位同伴呢 就是本座的主角福利联 他是因为精灵族魔法史 除了魔法与魔法书以外 对其他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兴趣啦 诶 虽然是这么说啦 大福利联对开宝下有着莫名的执着啊 也因为精灵族本身就很长寿的关系 对他来说 人类的十年或者五十年就如同几年的时间而已 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对他来说呢 他与勇者十年的冒险时光 只不过是某个短暂的经历而已 打打魔王后 福利联就离开勇者一行人 独自他在寻找魔法书的旅途 并和他们决定五十年后 一起找一个好地方看流星雨 五十年后 福利联和勇者一行人在世相遇 除了福利联的外表没有任何变化以外呢 其他人都老啦 尤其是勇者 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的样子差距非常大 就这样四人一起看流星雨 此时勇者对于现在还可以和西瑞的同伴 再次踏上短暂的旅行 并且看美丽的流星雨感到满意 过了不久勇者就去世啦 在勇者的站立底 福利联他意识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很了解勇者 他明知道人类在世的时间很短暂 为什么他没有选择去理解人类呢 之后福利联就再次踏上的旅行 但这次不只是单单为了学习魔法 而是再次踏上当年 他与勇者一起了十年的冒险经历的各个地方去理解人类 以及当年勇者和其他同伴的想法 这就是战送的福利联大事上的故事大干啦 我相信没看过此番的观众听到我刚才介绍的故事大干 或者是已经看过该番的观众会觉得这是一部胃痛的动画 我前几天在Facebook大概分享了关于战送福利联的相关状态后 也有一些网面留言说看了很胃痛 但可能是我的想法和一般人不太一样的缘故啦 其实以目前示范的故事来看 战送的福利联并没有给我很胃痛的感觉 反而他给我的感觉是感动以及有温度的故事 我很喜欢长寿命的精灵去理解人类的故事主题 在剧中我们会时常看见福利联无论是对话还是他的行为 都与人类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时间观念这一点在某段故事里福利联和他的徒弟费伦 就有针对时间这一点发生过一些些的争执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大家两个不同种族看待同样事情 会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不只是精灵和人类 矮人族也是如此 透过这些角色们的对话和行为去理解故事中要表达的含义 而这会发到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角色刻画 除了可以看见福利联逐渐愿愿主动理解人类的想法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见他的徒弟费伦和福利联这对师徒之间的互动 虽然我在这一期节目说这句话有点怪怪的 但我不得不说呢 费伦蛮婆的 尤其是他叫福利联起来然后帮他整理头发 简直就是福利联的妈妈 搞得我一斗怀疑到底谁是师父谁是徒弟啊 虽然费伦很婆啦 但这么多话我目前为止最喜欢的角色 诶也不能说是角色 我应该要说最喜欢的地方是故事座会时不时回顾勇者一席人过去的故事 虽然勇者在地话就已经去世了 但由于福利联他理性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理解人类 然后他理性的地点就是他与勇者冒险过的地方 所以在剧中呢 我们依然可以看见勇者一席人在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也可以看见这些角色们不同的一面 甚至搞笑逗趣的地方也有 让我们可以更理解他们的性格 如果你是一位看中人物刻画和经历的观众 那你会很享受赞颂福利联的故事哦 第一次说发面嘛 我觉得非常棒 有几幕场景的背景画面很漂亮 算是可以截图当壁纸的大一种 而且有的时候呢 会看见一股类似油画风格的背景 与大家的故事非常配 重点是这部动画的配乐也就是BGM真的非常好听 我喜欢 再次出品一下 我是说BGM不是说OP主题曲 大家别搞错啊 负责这部作品BGM的作曲家 以及编曲家的名字叫Evon Kong 可能有些观众对这个名字非常陌生 实际上呢 他是一位蛮知名的为日本动画配乐的美国作曲家 而他的代表作是紫豆兰永恒花园的BGM 所以BGM这一环呢 基本上是稳啦 OK说完了动画本身后呢 最后我们来聊聊让很多网民引起正义话题的OP吧 目前为止呢 我所看到的相关评论里 尤其是BTT Baha Tepa Bilibili 等等 简直是吵到乱啊 我看到这些吵架留言的时候呢 我是觉得很无聊啊 一个人喜不喜欢一样东西本来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在留言区表示喜欢或者不喜欢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为了一个OP搞到小颜色呢 这就很有毛病了好吗 甚至我还看见有一堆人说 OP不合适等于动画烂之类的把气留言 那按照你的说法 如果OP适不适合就可以诉说一部动画好不好看的话 那你应该会觉得真垃圾果实系不好动画吧 YES 我已经好久没有算它了 然后喜欢OP的观众们也不要直接黑别人说 哦 你讨厌OP 你是福利利的黑粉 你给我滚 有些观众只是说不喜欢OP 不适合这么动画而已 并没有说动画很烂 喜欢OP的网民就莫名为别人挂上黑粉的标签 那这种举动和说OP等于动画品质的把气网民有所区别呢 所以大家讨论的时候理智一点 别把不太相伴的事情牵扯下去 好 我打完玉凡真啦 我来说一下自己对OP的感想吧 其实我之前也在Facebook专业有提过这个话题 我认为动画内容和OP给我有股两个不同世界的感觉 我觉得这次的主题曲《勇者》没有大家所说的这么难听 反而还好单独去听不要配动画OP的画面 自己用到想当年福利联合勇者一席人的冒险故事的话 其实真的是挺不错的 我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呢 他的歌词是有配到这部作品的故事 虽然我的日语很烂啦 歌词是我看别的翻译好的 但我看了一下主题曲的歌词后呢 我觉得还OK啦 但是 对 我要说但是啦 他的曲和内容不太相配啊 这个就好像是我参加了别人的追思礼拜 然后大家要唱几首歌来怀念那个人身权的事迹 以及安慰家属 结果大家唱的歌却是 恭喜啊恭喜 发要发达财 差不多一样的道理啊 我靠我这是什么鬼批语 好一个道理 无论你知觉是有看过漫画还是宣传批语 其实大概已经知道了 它是属于温馨有温度的故事类型 那你配上这种快捷之后就充满电音的曲 有些观众听到后肯定是觉得怪怪的嘛 所以网络上会出现不喜欢这么动画的OP引入的 我不会觉得很奇怪啦 但有一说一 我后来是可以接受这么动画的OP啦 因为就像我前面所说的 如果这首歌单独拿来听的话 其实是不错的 这就是我对战装的福利莲的OP看法啦 诶我已经说话很小心啦 应该不会被别人挂上黑粉吧 应该不会吧 以上就是我对战装的福利莲暂时的关后感啦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部发好看 故事有意思揉塑造很好 画面炫朗又漂亮 以及演出的BGM也是非常好听 除了OP可能会有一点怪怪以外啦 我是完全找到出这部发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是还会看这部发的观众正考虑要不要追的话 战装的福利莲我顾巴上强烈推荐哦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吧 那对本期节目有什么看法 以及你们有什么实验新发推荐给我看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哦 最后如果你们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欢迎大家按个赞 点赞我的频道 打开小铁打支持我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